一、战士法师。 怀旧府里玩战士的人可是真多,为什么? 伤害高、爆发强、唯一MT,这些都是理由。 可是战士最不爽的地方,不管是在战场还是野外都被法师死死的克制,多得不说,一个冰环,让你傻炸六秒。 于是乎很多人都想通过玩诸如,通过种族天赋逃脱,来解决这种尴尬。 可是诸如天生血薄,在内战中不管是对阵牛头,或者兽人都略显脆弱,同阵营下,矮人战士有识化,人类战士有剑砖都可以秒杀诸如战士,所以带天赋上来解决被法师克制是个两难的抉择。 在怀旧服,战士出门必带自由,这个药剑可以让使用者免疫30秒的减速效果,但是问题又来了,法师还是可以养你,等BUFF消失在开战。 所以说不管你战士怎么变化,法爷都是你的爹。 二,法师猎人。 法爷在怀旧服里不可一世,却被猎人玩课。 在野外,法爷遭遇猎人九成情况都是被先手,一个震荡,一个魁蛇,避避一追。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闪现,可是问题就来了,是朝猎人的方向闪现还是逃跑的方向闪现? 朝猎人闪现是一条生路,万一猎人走位失误,进身后,法爷可以兵还卡巴马。 但是魔兽都这么多年了,带着震荡和BB追踪的法师,真的能进身猎人吗? 我估计六成以上的猎人都会风筝。 要是全技能双冰箱,吃大蓝的情况下,可以顶过猎人的红宠,和二至三个钉刺。 但是你在冰箱的时候,猎人又会拉开距离,说白了,就是打闪现的CD,胜率感人。 另外,法师虽然是逃跑高手,可是碰上猎人和不停的魁蛇,真能活活的被耗死。 在战场国家队的护殴中,我见过一个法师身上三至五个魁蛇钉刺的情况,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三,盗贼暗幕。 六十级盗贼灵活多空,能打能跑,就算是面对法师,都可以通过刺激,待发不落下风。 但是为什么牧师就变成克星了呢? 首先牧师的暗夜形态,天生就有15%物理减伤的加成,加上本身的护甲,和心灵之火,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不一了,而是一个板甲。 然后暗幕有多种抗击打敌手段,比如盾,虚弱之处,心灵尖效都可以有效地克制近战。 最重要的,六十级盗贼没有暗影斗篷,一身deboss,什么消失,致毛崩带加前行都形同虚设。 怀旧府里一个装备良好的暗幕,可以站着和盗贼撸。 这三个职业是怀旧府里的弱势群体,首先,暴血就不重视他们,T1T二青蚁色的奶装,在版本前中期,根本就没有他们的DPS装备掉落,骑士只能混穿法伤装,靠奉献打伤害,什么网上叫嚣最多的清算骑士,说真的你是不了解骑士怕什么吗? 不是近战而是远程法目术啊。 还有三十级老三和骑士,在凄凉对轰一小时的视频,说实话我看了,老三的打法没错,只是法师在这个阶段太缺蓝了,等五十级六十级,有了寒冰护体,甚至有了强反在试试。 赛满就不说了,升级过程一直在躺尸,被各种职业猎杀,如果你没有一颗良好的心态,还是不要玩赛满了。 最后一个小德,如果你想玩猫就得下副本抢盗贼的皮甲,你认为你一只猫进副本,团长干嘛就不选DPS更高的盗贼呢? 当然是机友没办法,可是团本怎么办,在四十个人面前混嘛,说真的到了这个岁数,咋丢不起那个脸? 小德另类打法唯一的出路就是熊,当然这对装备的要求非常大,还要舍得吃各种药剂,如果我是团长,这种能付出,有责任心的熊我还是愿意带一个。 五,舒适 五,舒适